哈喽,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刘润五分钟商学院基础的第十二奖 网络效应 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洪荒之力 曾经有一次啊 一位创业者和刘润老师聊 他说他做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旅行APP工具 可以随时查询航班的行程 要去的城市的天气 还可以订酒店订车订演唱会的门票等等 几乎无所不能啊 但就是有一点 他觉得啊 这些顾客的粘性特别的差 当竞争对手发布了新的版本 这些顾客就会立刻掉头转向对手 他特别苦恼的问 他该怎么办 刘润老师回答 当然啊 更多更好的功能虽然很重要 但你和对手之间功能上的竞争 那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啊 根本没有到头的一天啊 刘润老师说 既然他是互联网公司 为什么不尝试一种新的方法 叫做网络效应呢 OK 今天分享的概念又是网络效应 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说 某种产品对一名用户的价值 取决于使用这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数量 换句话说 用户越多就越有价值 越有价值 相对的用户也会越来越多 这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累积用户的粘性 当用户的总数突破临界点 就会造成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 以台湾来说 最具代表性的网络效应产品 就是Facebook和Line 你看这两个平台使用的人越多 对你是不是就越有价值 而且当好友数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在这平台上面 就会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 就算有一天 你打算换到一个新的社交软体上面的话 也有可能因为大部分朋友都还在Facebook或Line上面 而不得不回来 这个就是网络效应 这个就是让用户得以增加粘性的关键 那回过头来 我们回到第一个旅游工具APP上面 这个工具为了增加用户的粘性 为了发展自己的网络效应 我们可以怎么做 比如你透过这APP买到了飞机票 那透过这工具 可以知道你的哪些朋友 也正好在这个机场等飞机 又或者 可不可以透过这APP变成一个媒合工具 让乘坐同一班机互不认识的陌生人 得以在飞机上面聊聊天建立友情 而当你的用户 可以在这旅游APP上面 教导朋友建立网络 那这些用户就不会因为竞争对手 推出了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瞬间离去 这就给了这旅游APP 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 可以迅速修改产品 缩短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把这领域全部吃下来 创造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 又或者我们新开一间线下的店面 那顾客数量少 还不足以形成网络效应 这时候我们可以试着用一夜结盟的方式 建立一个更大的用户基础 构策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网络效应 像如果我们是开女装品牌服饰店 我们是不是可以和附近的美容院 理发店 健身房等等建立联盟关系 让他们用户可以来我们这边享受优惠 或在我们这边消费的时候 也可以累积点数 那当我们这几个店家联盟之后 我们的用户基础会大大的增加 我们的网络效应会更明显的显示出来 用户的粘性就会显著的增强 以最近来讲 我就发现啊 肯德基和必胜客就达到了一个 一夜结盟的方式 他们的APP是共用的 他们累积的点数也是共用的 让各自原有的顾客 有机会到另一个品牌去做消费 借此来扩大双方的网络效应 OK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影片学到了什么 某种产品对一名用户的价值 取决于使用这个产品的 其他用户的数量 在经济学中 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络效应 用户越多越有价值 越有价值用户越多 不断地积累用户的粘性 如果你打算利用互联网 网络效应的这种力量创业 一定要注意这股力量的两个特点 第一网络效应会带来一种特殊的现象 叫做赢者通吃 第二因为赢者通吃的效应 互联网世界就有了一个基本策略 先下手为强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了解 什么是网络效应的话 你可以去听听看另外一个线上课程 真名智能商业二十奖 这里面跟你分享的是 在未来十年市场当中胜出的关键 其中一个就是网络效应 如果你想要看到我 关于真名智能商业二十奖的心得影片的话 欢迎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我的YouTube看更多哟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业模式 网络行销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 我 崇华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